我今天就要來公開一至二十萬觀看的影片 到底可以賺多少錢 哈囉大家好我是雷板 相信大家應該都已經知道 YouTube其實它已經是一片大紅海了 那很多人的夢想 其實還是當一個YouTuber 那我跟你講幸好我不是 而且我今天甚至是要來 二殺多數人的夢幻泡泡 為什麼呢我今天就是要來公開 一至二十萬點閱的影片 到底可以賺多少錢 那先賣個關子 等等我們再來揭曉 給大家一個數據的參考 YT一個小時上傳的影片總時數 它的總長是三萬個小時 三萬個小時欸 等於說你三年多 你才能把YT一個小時上傳的 所有影片都看完 那你就可以知道 現在其實人人都想當YouTuber 而且你還必須跟所有YouTuber最大的剋星 叫做演算法去做抵抗 演算法這種東西很奇妙 沒有人猜到它要什麼 你有沒有常常在首頁看到一些很莫名奇妙的影片 你根本不知道它為什麼會在那邊 而且標題也都超怪超詭異那種 我覺得應該除了YT的工程師 沒有人知道演算法到底要什麼 所以以前人家說什麼人心複雜 我覺得你有辦法猜到演算法要什麼 你就真的贏了全世界好不好 所以說現在最多人遇到的狀況就是 即使你的影片做得非常的精緻 非常的好看 也幾乎很少很少人會看到 就算你標題下的有多聳動 縮圖做得多吸睛 你的說明欄有多麼的精緻 你沒有被演算法掃射到 你根本就是當作在累積作品集 好等一下再講其他好了 我覺得有人聽到這邊已經要翻桌了 想說眼前這惡貨到底要公佈 它的影片營收了沒 那前陣子我剛好有一部玩弄詐騙集團的影片 那在此也要非常感謝台灣達人秀 然後達人秀新聞 民視新聞網東升新聞 以及旗下的東升財經東升娛樂跟關鍵時刻 還有最後的VS Media 感謝這些媒體平台的轉載 讓小弟我的影片觀看數達到了20萬 雖然在YT這圈子 這樣的成績確實不是很多 但以我這白絲頻道來講的話 已經是一大里程碑了 那因為這樣我有機會來跟各位解密 一支大約20萬觀看的影片 他的收入大約可以拿多少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截至目前的觀看數是 20萬5千 OK 大約20萬5千左右 然後旁邊有一個0的預估收益 然後我們等一下數3秒 就要把那個馬賽克解開 3 2 1 答案就是9千849 那一支大約20萬觀看的影片 以我的CPM來說的話是9千849 那他當然還有後面的還沒結算 因為Youtube他的這個結算時間好像是 以我的頻道的話他大概都是在台灣的 大概下午4點左右他會進行前一天的結算 所以說現在還沒到4點 那他現在這邊就是寫大概9千849 將近1萬塊台幣 那YT的收益其實你要研究的東西有很多 包括CPM啊 然後還有一些跟廣告商下的下單客群 那你看其實像這樣20萬觀看的一個點閱率 才快1萬塊錢 所以為什麼我今天說 我是要來扼殺這些想要成為YTB夢想的人 因為如果你是要請剪輯的話 然後你底下可能還有一些 底下還有一些人幫你做縮圖 上字幕 那一部片1萬塊你本身賺什麼 而且也不是每部片都會這麼幸運到20萬 那你就可以算一下說 是不是成本幾乎都自己吸收比較多 那也因為這樣我才會說 現在幾乎是一片大紅海 那我比較幸運的是 我的初衷本來就是在紀錄生活上 所以我的頻道沒有一個固定的定向 我也不用針對單一的主題 去做那個類別的篩選 那我想拍什麼就拍什麼 有沒有人看那倒是對我來說是其次 我很常在深夜的時候 把以前跟朋友出去玩的那個影片拿出來看 自己都會覺得說幸好我有記錄下這些時刻 所以我其實蠻推薦那些 你平常本來就是會去花這些錢的人 那你確實可以多個錄影記錄的這個動作 因為一顆大腦它沒有辦法塞下這麼多回憶 有時候你要突然想到才有辦法再度的湧上心頭 那可是你透過影像的記憶的話 你不僅可以真實的再重現一次在你眼前 你也有了一個地方可以幫你 等於說是做一個回憶的整理 那身旁的朋友如果是參與者的話 他們也可以一起留存這段回憶 那現在我想要回答的是 因為我頻道有一些商業合作的影片 那就是有別於我頻道以往 生活頻道的風格 那對於這些商業合作 我得很現實的講 兩年來我雖然還是有維持一貫的紀錄生活 那我就覺得如果我可以透過商業合作來吸收回一點成本 然後讓拍片的成本才可以再放大化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有更多彈性做更多事情 就以星宇那片來講好了 星宇那片的成本就超出6000塊 但我也不能把它算在拍片成本 因為那個其實本來就是我一個一直以來想做的事情 我只是剛好有這個機會把它記錄下來 然後才會順便分享在網路上面 可是你如果以拍片的成本來說那些支出的話 包括機票跟捷運 那個都叫成本了嘛 那我覺得商業合作只有一個缺點 就是普遍的觀眾其實不太喜歡看商業合作的影片 就是不太喜歡被業配啦 除非有一些很擅長拍業配的那些前輩 比如說浩浩啊這群人這些都很厲害 不然我知道大多數的人都是不喜歡看業配的 所以我其實有一直在抑制我的這個YT的商業合作影片 現在都會接的是比較IG或FB的 反正IG跟FB本來就拿來分享東西 所以我覺得沒差 而且我本來就不是IG跟FB從那邊開始慢慢記錄生活的 所以我覺得就沒差 因為我覺得對我來說YT是記錄我生活用的 除非這個商案 它是可以很合理的讓我分享我生活上的一些東西 比如說像上個禮拜的諾富特 它就是跟booking.com的一個合作 這種的我就很開心可以接到這種工作 而且我可以很開心的完成工作 我不喜歡那種很死很死的商業合作影片 因為對我來說那個就是單純的在拍廣告 因為那個廣告你就把它想成以前在傳統媒體那種電視上面的廣告 變成現在讓我們這種創作者來拍這個廣告 它就只是完整的在傳達說什麼特色有什麼特點 那這個商品它可以幹嘛 然後可能在短短的大概兩分鐘以內就能把所有的商品特點傳達完 我的風格會比較偏向 如果這個商品它是可以套用到我們的生活上 比如說我之前就有接過一個合作案 只是到最後沒有成 因為時間上的一些安排 那個合作案是一個夏季的製冰機 就是全自動的製造冰塊那個機器 那我跟他們採用的腳本就是我想要拍一個 就是可能夏天有什麼消暑的方法 退熱貼啊 然後一些什麼冰枕啊 然後最後套用到他們的商品 然後再因為這個商品的出現 去帶入它商品的一些特性 跟它有什麼效果可以用在哪裡 我覺得這才是一種比較有在結合生活 然後去帶出商品特性的一種商業合作影片 我比較喜歡這種風格的影片 就我覺得至少它跟生活得有點連結啦 像是寶可夢其實也是啊 我之前接過寶可夢 我本來就有玩寶可夢 所以接到我很開心 我比較可以知道說 我哪邊是可以講的 哪邊是不必要的 而且是受眾不在乎的 那這些機會都怎麼來了 現在其實網路上有很多地方 可以讓你去行銷自己 你經營這個頻道 你就要像經營一家公司 你就像業務一樣 你要去隨時的找看有沒有合作機會 那你也可以再懶一點 就是讓廠商去發現 可是這個就比較要看你的平台 跟你的運氣 這些跟大廠商應對的機會 我覺得每一次都是經驗的累積 我也是開始有簽合約這件事情之後 我才去了解到契約的問題 包括一些勞報單啊 或者是一些抽稅的問題 而且對我來說我是一條龍服務 我從開始接工作自己接 然後中間跟廠商雙方溝通 細節也是我自己溝通 到影片的寫腳本也是我自己來 然後寫完腳本 你還要跟廠商對說 這個腳本OK 有沒有特別的傳達到 你們商品的特性 廠商OK之後 你要自己拍 拍完之後自己剪 剪完之後你還要跟廠商溝通 影片的細節這樣OK 然後好了之後影片自己上 上了之後你還要自己寫說明欄 然後推到什麼IG什麼FB什麼的 然後到最後後面結算公司 沒有一件事情 我不是自己來處理的 所以你說我真的很喜歡接工作嗎 我只能說有時候收到錢的時候 都還覺得很空虛 即便他那一次工作的錢 就是我YT當月收入了好幾倍 像在今年三月的時候 我一口氣接了五個工作 然後我全部簽完月之後 我全部後悔 但沒辦法 你只能硬著頭皮做完 可是為什麼我全接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說 哇 我這種一顆沙子大小 都不套的頻道喔 我竟然有辦法 去跟廠商有這個交涉的機會 所以我的企圖心就會自己來問我啦 我為什麼要放過每一個機會 結果反而迷失自我 所以我已經好久沒有接那種 看起來很麻煩的工作 我覺得還是要以自己為主啦 那最大的重點就是 自己的工作 你絕對要連自己都喜歡那個東西 因為第一 你不能在聊合作商品的時候 你什麼東西都講不出來 那對廠商來講說 是一個大打折扣的事情 甚至嚴重到有可能是 他們同業裡面會流傳說 這個創作者不能 不能有合作的這個機會 他有點怪 怎樣之類的 那廠商會找創作者合作的用意 不外乎也就是要突顯他們商品的特點嘛 那要結合自己創作者的一些思想跟創意 然後最後達到這個商品推廣的效果 我以前都一直覺得商業合作這種東西 其實每個人都講的差不多 那我就挑觀看跟評論最高的來看 搞不好還比較有說服力 那也因為我曾經站過這個觀眾的角度 所以我會以觀眾的角度下去看說 我這樣搞到底好不好處理 那幸好有很多廠商看完我的影片之後都說 非常喜歡非常滿意 甚至還也是遇到一個廠商說 他那個影片他一看再看 這對我來說都是一個非常大的成就感 一方面你磨練了自己的能力 一方面你也在增加自己的社會經驗 我覺得有利但只有一幣 一幣就是觀看者比較不買單 我們永遠都猜不到說觀看者他為什麼點進來 那我們永遠都要設下一個前提是觀看者 可能喜歡什麼 然後從這個前提去執行你影片的走向 不管是內容或是標題 甚至是影片的縮圖 那就這樣再繞回到這個問題的重點 為什麼我在YT混了兩年 我還是堅持這樣持續下去 其實很簡單 就真的不要被數字綁架 我覺得我們都要有自覺 也要隨時提醒自己 今天會看到你影片的人已經很少 很少 那你要把每一部影片都當成是你的商品 你不知道今天哪個商品 它會突然會炸 它會被送上演算法 你看像詐騙那部影片 我打從一開始根本就覺得不會中好不好 因為我人生只有兩種 我覺得想拍的題材 可是它是可遇不可求的題材 第一種就是 在玩遊戲的過程中遇到大地震 然後我最當下立即的反應 跟身邊朋友的反應 我會想要拍這種類型的 我會想要記錄一下這種類型的題材 然後第二種就是詐騙集團 那我好死不死 剛好就遇到這樣詐騙集團的電話 我當然趕快開錄影 趕快把它錄下來 有看我那個影片都知道說 我OBS甚至是隨便拉一個場景 我就直接拉一個視訊就用了 所以說你永遠都不會知道說 哪部片 會成為給你帶來客源的熱門商品 因為我們都在一個深淵裡面 YT就像一個夾娃娃機的爪子 他今天演算法要抓誰 他選擇太多太多 那既然這樣 當你有一部片不小心被抓到的時候 可是你卻敷衍的把它修一下而已 那不是很可惜嗎 演算法有了也要有 願意點進去的推動力 才能看見影片的成效 所以說最一開始的問題 為什麼我在YT混了兩年 我還是堅持持續下去 因為我的原動力本來就不是數字 我覺得我身邊有很多人 都比我還擔心數字的問題 但是我也是很謝謝你們 但是其實我個人 我得老實說 我真的沒有到太在意數字的問題 會去觀察 但是我觀察的點是在於說 為什麼這個影片可以帶起人潮 那我們要往這個方向去做研究 那你才能知道說 你未來的影片 可能可以朝什麼樣的面向去做 而不是為了用數字來增加自己的動力 我的動力本來就不在數字上 你們心有餘力可以點回去看 我有幾百部影片 都只有幾百觀看而已 我還不是像個白癡一樣 每個禮拜都去做紀錄 去丟影片的啦 所以說動力絕對不能跟觀看數成正比 因為你會越做越不開心 你也會去想說 反正沒人看我就隨便剪剪就好啦 那演算法少到的時候 你會不會後悔 會 我相信一定會 那我覺得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這裡好了 因為我覺得今天大概會點進來看的 應該只是看二十萬觀看的影片 到底可以賺多少 那也因為那部影片呢 很謝謝後來加入我生活的各位 如果你看看後覺得說 你也可以用每個禮拜一片的時間 大概十幾分鐘 或者是甚至更短 然後你可以來加入我的生活 你可以按訂閱看看 不一定每部片你都會喜歡 但你可以有空回來做做 最近也會詐騙影片的觀看人數帶來一些觀眾 我有空的話私下也都會稍微聊一下 因為我發現說 比起觀看增加動力的這個問題 我覺得有那種真正原本不認識自己的觀眾 然後因為發現到你之後開始看你的影片 我覺得那才更加是紀錄你人生最大的動力 所以在此呢 謝謝各位家人朋友 還有後來我們新來的觀眾 我們下禮拜見 掰掰